本期视频数据由房大师有情提供 想要了解一手房源信息 下载房大师APP 加拿大最大华人找房买房平台 找房就上房大师 刚刚进入2020年 不断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似乎给全球各个行业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加拿大的地产行业似乎也不例外 当1月25日 加拿大第一个确诊病例在多伦多公布的时候 马上就有房产经济宣布 取消了代理房屋的Open House 也就是开放参观日 那么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 新型冠状病毒到底会对加拿大房市 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是不是加拿大的房价就会因此下跌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 财政邮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作者是瑞尔森大学的 房地产管理学教授海德教授 海德教授通过分析 03年非典对加拿大房产市场的影响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文章主要分析的是当时多伦多的情况 因为2003年非典在全球爆发的时候 多伦多是除了亚洲以外 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 到底当时有多严重呢 03年整个安省感染人数达到了438例 死亡人数达到44人 其中大多数的感染都发生在多伦多 感染病例中也包括了很多医护人员 当年不但世界卫生组织对多伦多发布了旅行禁令 加拿大的邻居、美国的疾控中心也对多伦多发布了旅行禁告 而当时多伦多不得不实施严格的卫生管理条例 以防止病毒传播 甚至在当时政府都不鼓励居民们相互握手 在2003年多伦多大学举行的毕业典礼上 与学校校校长的传统握手环节被轻轻点头而取代 为了遏制病毒 多伦多当时也不鼓励随意旅行和面对面的互动 这样当消费者避开了杂货店、美发店和饭店时 整个市场活动都放缓 但是这是否足以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呢 有趣的是 在海德教授的研究中发现 2003年多伦多的房屋销售数据 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受灾迹象 销量从2002年的74759套 增加到2003年的78898套 同样 同期平均销售价格上涨了大约18000加元 从本质上来讲 2003年的销售和价格增长与长期趋势基本一致 除了多伦多 我们也可以看看当年房价下跌最严重的地方 香港的情况 2003年 非典疫情夺走了300名香港居民的生命 占全球所有非典相关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沃顿商学院前任教授格雷斯教授 在2008年城市经济学杂志上写道 当时香港的房价下跌了8% 相当于280亿美元的总价值 可是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 2003年香港房价的下跌完全是由非典引起了呢 根据格雷斯教授的说法 香港当时房价下跌的8%中 其中有2.6%可以归因为非典 如果这样看 非典所带来的房价跌幅并不算太大 迄今为止 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夺走了比2003年非典还要多的生命 关于病毒威胁将持续多长时间的不确定性 也将在市场上造成极大的压力 不过海德教授认为由于加拿大离疫情中心比较远 因此他认为即使是在最坏的情况下 加拿大市场受到的影响也可能不会太严重 海德教授最后也在文章中总结说 2003年多伦多的房市数据表明 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并没有明显的受到非典的不利影响 海德教授认为在短期之内 新型冠状病毒对加拿大房市的影响 即使是有影响的话也会比较轻微 但是反过来想 如果全世界需要花更长时间来面对病毒的挑战的话 加拿大的住房市场可能反而会变得 对某些投资者更有吸引力 因为这些投资者会想把自己的资产 从病毒风险比较高的地区 转移到像加拿大这样风险比较低的环境中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